无论在美国生活、工作还是短期学习 都可能与美国的法律打交道 但由于东西方观念及社会文化背景方面的差异 许多来到美国的移民对美国法律只有模糊的认识 我们整理出一些代表性的案例 让新移民作为前车之介 同时也提供一些建议供大家参考 希望大家的美国生活能够幸福美满 大家好 欢迎收看美国法律威克堂 本节目将在YouTube洛杉矶华人资讯网号视频频道首发 每期时间每天晚上10点上线 欢迎大家准时收看 父母责任及学生的权利 许多新移民举家到美国 目的是为了自己的下一代 有一个好的成长环境及发展空间 美国社会认为18岁以下的青少年 仍没有自我保护的能力 因而透过法律来保障青少年 有一个良好的成长环境 同时也赋予家长很大的责任 一般而言 父母的责任分为两大类 一是养育责任 另一是管教责任 父母两方或继父母双方都有这些责任 养育责任是指父母必须向未成年子女 提供生存的必需品 除食物 衣服 住屋外 还必须承担他们的医疗 教育 及必要的法律援助 不管父母与子女的关系是来自正常的婚姻 或者是没有婚姻的关系 父母都要承担此责任 至于具体的养育费及养育程度 法律并没有明文规定 如果在婚姻案件中 法官可能会根据父母的经济状况 及小孩的需要 而规定出每月的抚养费 如果子女满18岁或19岁 但仍在高中上全天的课 父母仍要履行抚养费 假如父母向子女所提供的抚养 为达到最低生活必须的标准 父母很可能被指控虐待小孩 或忽略小孩 而被政府提出公诉 政府的儿童保护局也可以以此 来将小孩从父母手中带走 交给政府部门指定的家庭抚养 第二类责任是管教责任 父母必须采取适当的措施 来监督及管制他们的子女 假如父母怂恿或放任子女犯法 父母将会触犯刑法 如果父母知道子女 有不当行为的趋向而不理会 父母必须为这些不当行为的后果承担责任 此外法律还规定某些行为非常危险 父母必须管教子女 否则父母要为自己的失职负责 例如如果小孩使用枪械伤人 父母必须向受害人赔偿 如果小孩故意伤人 父母必须向受害者支付医药费 住院费等 如果小孩毁坏他人财产 父母必须向受害者支付子女无力赔偿的部分 如果小孩在商店偷东西或从图书馆偷书 父母每次最高可被罚一千元 如果小孩违反宵禁规定 父母可被罚交运债费用等 本人处理青少年犯罪案件二十多年来 接触到无数宗华裔学生触犯形式的案件 大部分的青少年犯罪行为都从学校开始 很多新移民学生没有办法适应新的环境 或者觉得老师或同学有歧视的行为 自己没有得到公平的对待 在气氛的时候威胁老师或同学 或用电子邮件来恐吓老师以发泄心中的不满 还有的学生购买一些枪械刀具放在随身带的背包里 一方面是给自己壮胆 另一方面也可能是不小心带到学校 而被学校保安人员查获 一般的民众在被警察拦截时 警察在有合理怀疑理由的情况下 才可以对民众或车辆进行搜查 但是学校的校长或其他人员并不需要太多的理由 就可以对学生的书包等随身物品进行搜查 一旦发现有枪 刀甚至玩具枪都会被没收 一旦学校发现学生威胁老师或同学 或携带武器进入学校这两种违法犯罪行为 可以采取两种措施 第一 要求违法的学生停课 并开听证会给学生一个解释的机会 由学校的听证委员会决定是否将学生开除 学校的听证委员会由学生代表 家长代表 老师代表 及学校的主管组成 大部分情况下 只要校方提出开除学生的建议 都会在听证会上获得通过 被开除的学生很少会被其他公立学校继续接收 所居住的学区有责任替被开除的学生安排学校 一般来说 学区只能将被开除的学生安排到另类学校 与其说是惩罚 倒不如说是奖赏 因为这种另类学校往往对上课没有严格的要求 每周上课只有几个小时左右 结束在另类学校的一年多的学习后 表现良好被开除的学生 有可能回到原来的学校 如果真的出现了被开除的情况 应该进行咨询 可以用变通的方法转入私立学校 或去社区学院修课读 或自学直接考取高中毕业文凭 由于学校实行的政策是零容忍 因此学生任何涉及到危害校园安全的行为 都会导致被校方开除的命运 第二 校方同时会打电话叫警察到校园 把违法的学生交给青少年法庭处理 由法官进行刑事方面的惩罚 我们来看下一个案例 未成年人喝酒 危害无穷 今年17岁半的小陈三年前从中国大陆跟随父亲移民来到美国 即将高中毕业升入大学 小陈想邀请同床好友 一同来家中开派对庆祝一番 经过父亲的允许 他将自己家中开派对的信息 发在自己的脸书和社交网站上 向平日与自己比较好的十几名同学和好友发出了邀请 大家都十分高兴地响应了小陈的邀请 表示一定会准时出席 没想到其中一名同学将这个邀请链接 直接发到了自己的公开页面上 一传十 十传百 许多同学的朋友都知道小陈家开派对的消息 到了派对当日 小陈的父亲因为之前已经和友人约好去堵城游玩 所以特别交代了小陈21岁的哥哥留在家里作为小陈的临时监护人 但当天下午 小陈哥哥的女朋友恰巧生了疾病 于是决定将家里交给小陈一个人照料 自己带女朋友赶去了医院 当晚派对如期举行 令小陈出乎意料的是 本来预计只有十几名同学参加的小聚会 因为网络的传播效用一下子成为了三十几名同学造访的大派对 小陈家里热闹异常 有的同学带来了很多美食和饮料 还有的同学甚至带来了酒 邀请大家一同品尝 第一次喝酒的小陈非常开心和激动 不仅从父亲的藏酒柜中偷偷拿出一瓶烈酒和大家分享 还邀请几名好朋友 进到父亲在家中专门用于办公的房间 拿出父亲的手枪和子弹让大家把玩 酒精的作用已经让几名青年人情绪亢奋 武器的登场更是让大家激动兴奋 其中一名青年人因为曾经多次跟随父亲外出打猎 于是很是得意地向大家展示如何给手枪上膛 小陈平日里就喜欢开玩笑 从客厅取酒回来的他想到父亲的手枪 一直都是未上膛的 便拿起手枪朝同学小苏对准按了下去 还没等大家反应过来上前支持小陈 只听砰的一声 小苏的脚鲜血横油 完全不知情的小陈脑中立刻嗡的一声 整个人呆若木鸡傻了眼 邻居听到枪声立刻报了警 及时赶来的警察连忙将受伤的小苏送往了医院 随即逮捕了小陈等几个名丁大罪的未成年人 小陈父亲接到警察的通知 急忙从赌城赶回了警局 除小陈因为使用手枪伤到同学而被逮捕外 小陈的父亲因涉嫌向未成年人受酒 以及危害儿童安全罪而被逮捕 如果这些罪名成立 小陈父亲可能因此而被判一年半至三年的劳刑 下面我们来听听邓宏律师对此案的分析 在加利福尼亚州 虽然依据法律规定18岁就可以算作成人 他们就有权投票 递结合同 递结婚姻 以及购买房屋等 但法律特别规定21周岁及以上的成年人 才可以合法饮用酒精类饮料 任何家长或是成年人 给不及21周岁的青年人提供酒精类饮料 都要承担法律责任 类似此案 未成年人在家中开派对 父母未能将酒柜关好 或是将枪支至于未成年人 可以轻而易举所接触到的地方 一旦发生意外事故 甚至造成人身伤害 作为监护人的家长 将有可能需承担两类法律责任 其一刑事责任方面 家长可因为对青少年监护存在严重疏忽 而承担向未成年人受酒 或危害儿童罪等法律责任 其二 民事责任方面 受到人身伤害的未成年人 可以因为家害人的家长 行使监护权时的疏忽 而对该家长提起诉讼 诉其对未成年人造成不安全环境 在笔者多年的办案经历中 常常遇到此类案件 一旦未成年人醉酒出现意外事故 不论是伤及自身还是他人安全 都会引起家长及监护人相关联责任 加州法规对未成年人喝酒的行为管理 特别严格 例如在酒后驾车的案件中 常有人误以为只有酒册达到0.08% 才算醉酒驾车 其实只有对于21岁以上的成年人 酒册的标准是0.08% 对于21岁以下的人 酒精测量的标准是0.01% 对于不满21周岁的人酒后驾车 不仅会被罚款和上交通法规学习班 还会被吊销一年以上的驾照 并可能被判最少4个小时 最多6个月的劳刑 我们可以从此案得到的教学是 未成年人最初饮酒多 因为好奇或是受到周围同伴的不良影响 较成年人更易上瘾 未成年人一旦沾染试酒的恶习 常常会花费很多金钱用于购买酒精饮料 有的未成年人为了愁到买酒前 会编造各种理由 来欺骗父母甚至参与违法活动 最终毁掉自己的前途 作为家长应当以身作则 自己不试酒也不要在未成年人面前大肆饮酒 以免未成年人效仿 同时应当教育孩子 试酒是一种恶习 在任何社交场合都正确引导孩子适量饮酒 并严格禁止孩子酒后驾驶 我们来看下一个案例 帮忙买酒 好心帮忙反而惹麻烦 马先生是一名在美国工作了十几年的导游 他为人热情非常乐于助人 常常得到游客们的称赞 一天马先生来到蒙特利公园市的一家超级市场 购买日用商品 在超级市场门口 他发现有两名大约十几岁的白人青少年 在超级市场门前徘徊 看似像是在寻求帮助 于是一向喜欢帮忙的马先生便上前去打招呼询问 一阵寒暄过后 其中一名白人小孩子对马先生道出了他们徘徊的缘由 原来他们的一个好朋友要在家里举办生日派对 他们想买一整箱啤酒为朋友庆生 但是由于他们二人均未满21周岁 所以超市根据法律规定拒绝卖酒给他们 两人商量了一下 决定在超市门口找人帮忙买酒 马先生也曾经年轻过 他记起自己读高中的时候 也喜欢和朋友们一起开派对玩耍 那时的他虽然也还未达到法定的可以饮酒的年龄 但每次派对总有年长的朋友带来酒 大家在一起喝酒洗脑也从未出过什么大问题 于是极其热心的马先生决定帮这个忙 他爽快地答应了两个孩子 从他们手中接过一张20元的纸币 便静止走入了超级市场 没过一会儿马先生便用购物车 推着一箱低度啤酒 笑脸相迎地走了出来 正当他刚把买来的啤酒和找给的零钱 一同交给两个小孩子的时候 不知从哪个角落里忽然走过来四名探员 声称马先生涉嫌向未成年人提供酒类产品的非法行为 立刻将马先生逮捕 并带回警察局打了纸模 若罪名成立 马先生将面临最高6个月的劳刑 并处罚金1000元 下面我们来听听邓红律师对此案的分析 被逮捕的马先生坚持认为自己只是帮忙而已 他并没有任何不良动机 主动向未成年人兜售酒类 也并未向两个孩子收取任何酬劳 自己被指控向未成年人售酒这个罪名实在是冤枉 不可否认马先生是出好心 但是这一颗好心却帮错了地方 以致触犯了法律 美国大多数州都规定不满21周岁人士 购买和饮用酒精饮料是非法的 加州也不例外 而且如果超过21周岁的人明知或理应知道 对方未满21周岁 而为其购买酒精饮料 即构成向未成年人售酒这一罪名 加州法律对该罪名并无特定的犯罪动机 诸如存在不良动机或获取酬劳等 所以该罪的构成在一定程度上属于法律上的严格责任 需要特别指出的是 加州酒馆局的执法人员常常采用钓鱼执法的方式 来试探和检查商家或其他个人是否违反法律规定 向未成年人出售酒精饮料 法案中的两个未满21周岁的小孩子 实则就是酒馆局派来的卧底 热心肠的马先生一不小心即重计违法 最近几年由于网络的传播作用日益发达 很多未满21周岁的年轻人都会在各大论坛 或社交网站评论 在哪里会较为容易买到酒 常常是一言即出 饮得众人蜂拥而至 实际上这些传言和评论 早已成为探员们的主要线索来源之一 他们会着重在这些店家附近布下埋伏 利用卧底故意引诱店家 向未满21周岁的年轻人出售酒精饮料 并以此获得有利证据 已被移交检方提起公诉 由于执法非常严格 商家一般对此都极其自律 因为在美国申请酒牌非常不易 一旦出现向未成年人受酒 或者未要求出示身份证件 就出售酒类饮料的情况 不仅会遭到罚款 情节严重或累贩的商家 还会被吊销酒牌 而此后重新申请 再获得酒牌的几率几乎为零 我们可以从此案得到的教学是 一张酒牌来之不易 在某些经济较为发达的地区 一张酒牌的价值 可能高达10万美金 作为酒类商店的老板或店员 应当特别小心 有些未满21周岁的年轻人 常常为了买酒 而持假ID或证件 或买酒时行为怪异 哆哆闪闪 都应当严格检查证件 并验证真假 以免进入执法人员 部下的圈套而中计 中文字幕志愿者 中文字幕志愿者 中文字幕志愿者